我就知道大家的欢呼声马上就要开始了 确实是 他们很辛苦 但今天都来到现场 没关系 我相信大家都能会照顾到的 好 都照顾到 右边 中间 左边 等待着各位我们的明星踏上红毯的时刻 媒体朋友们也辛苦了 对于我们的国民爱豆 我相信千禧这一次是刚刚步入大学生活 怎么样 中央戏剧学院的生活 现在是不是还蛮享受的 现在刚刚适应下来 接下来的这个生日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很多人都在祈祷说 你的生日的愿望 能不能在现场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 生日其实就是因为18岁的 然后所以会跟粉丝朋友们开一场生日会 然后所以也算一个小惊喜吧 有人拜托在微博上留言说 想问一下千禧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中意的生日礼物 想要就是在你这一天的时候能够得到 或者是自己有没有一个小目标 我其实生日愿望就是能跟 就能跟家人朋友 然后在一块过生日 就OK了 工作太忙 有时候陪伴家人的时间太短了 学习之余拍好戏 我们也期待更多好的作品的传递 好吗 谢谢千禧今天来到现场 请在一场休息 辛苦了 接下来 欢迎订阅